方做一个连结 那假设说我今天要连结过来呢 比如login的一个网页 那所以这里我可以先新增一个网页 新增一个档案 新增档案 那档案的话呢也是叫做那个webphone 那webphone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把名称改一下 比如叫做那个login好了 网页叫login.aspx 按加入 接下来我就直接 所以如果它过来之后呢 那我如果说要让这个user 直接这个输入一个ID好了 一个冒号 然后一个password好了 pw 点称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我就直接在这里加上一个 让它可以填写的一个testbox 那最后呢就让它可以按确定 确定说呢 它这个账号跟密码 ID跟password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这个部分是很单纯的 假设说你只是一个简单的存取 比如说呢它的ID就只有一个人 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存取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就按了button之后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怎么样呢 判断这两个也就是说写固定的 那写固定的方式呢假设我今天账号是admin好了 然后那写的方式我就直接在这里了 如果说呢我今天testbox testbox1 它如果今天输入的是test 然后end 因为它有两个password 假设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是假设它的条件是admin好了 这个是写固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password password的部分呢它也是admin 如果说呢今天它这两个都正确的话 那我把它改成2号 then 我就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呢 就是转指到它要的去的这个网页else就是反之 反之的话呢就留在原来的这个网页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呢要再建立一个 我们可以转过去的网页 假设说我今天呢管理的网页 这地方我就可以新增一个档案好了 这个档案是default3 如果说今天呢它确定账号密码是正确的话 就转换网址到default3 那做法的部分呢就是要什么呢 respond 你还记得吧 respond 点什么呢 resirect 然后括弧就是给它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呢就是default default default3.aspx else 反之的话呢我就让它怎么样呢 不要去做任何动作 或者是说呢我给它一个讯息 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请输入正确或者error就好了 这地方的话我这给它一个讯息直接在价面 加上一个什么的mess box 不用用label好了 这种这个label直接就show 那我直接把label这个地方就show一个什么 就好